哈喽好朋友们 我是疫情期间移居泰国的大脑袋 我们目前住在泰国的普吉岛 网上有些朋友总是希望 给移居泰国这个事分个好坏 用成年人的说法 只有利弊 生而为人 我的任务除了活下去 就是仔细的看看这个世界 我渴望获得财富 但那个并不是唯一的目标 所以我会需要多一点的时间 向你诉说我的想法 但还请你现在就关注我的频道 并给我的影片点赞 目前普吉岛总感染人数257人 从日新增9人 看目前这个数据呢 这波疫情算是控制下来 今天我们打算去超市买点东西 很多朋友一直在提醒我 普吉岛是泰国物价最高的地方 那今天趁着买东西 也带大家来看看这里的生活成本 那我们先从汽油的价格开始 我家的91号汽油 27.47泰铢一身 花人民币5块7以身 应该比国内便宜一个快把钱 今天我们来到的是 诸位大型影片里都出现过的 大型仓促超市 MAPPLE 疫情期间安全第一 酒精是省不得的 我们要去超市买东西啦 泰国这个酒精安压器做的很贴心 不用手接触 是用脚踩进门之前需要量体温 泰国第三波疫情爆发后 我们就不每天都去买菜了 所以每次呢就多囤几天的 很多网友问我是不是普及物价高的礼物 那今天我把价格给大家看 各位自作比较 这里牛奶没有味岗光明 一米门牛最熟悉的牌子里 这个冷冻汁牛奶91泰铢挺便宜的 20块也能不到 这里一大块 走吧 我们接着逛逛 看餐包 35泰铢一包 一包12个 这里琳琅满目品种繁多的奶酪 应该让西方人非常喜欢 泰国这个黄油好便宜啊 你看七十肉猪 227克的黄油 这么一大块 十来块钱人民币 明治水净糖酸奶 48猪四瓶 饺子皮 馄饨皮都有 后面要包饺子 包馄饨可方便了 中国黎兹特价49度一公斤 华人人民币5块1一斤 进口水果 总是又贵又好吃 走 我们去看看本地的水果 本来想买个芒果吃吃的 这一排最起码有六七种芒果的品种 价格都不一样 我也不知道该买哪个 泰国大椰子 289处8根 华人人民币7块5一个 这个说是台湾橘子在玩啊 而且还便宜 有15泰铢 这个清晰橘子要45 买几个尝尝没 这素菜的价格可贵了 姜豆99株一公斤 包菜24泰铢一公斤 大白菜34泰铢一公斤 79株买盒小蘑菇 这个青椒划的79株一公斤 鸡蛋84泰铢30个 买极了还有75株的 买了四条肋排啊 我们俩要管这个东西叫子排 五花肉114株一公斤 对比了很久 这里的肉价只有不累一半左右 像这边这样的葵花 大白油呢稍微贵一点要卖到79株 这样的大豆油啊就便宜很多了 这样的大豆油才要47株 哇这麻油可贵了 我手上这一小瓶李景记的麻油要卖到109株 20多块钱人民币呢 一共多少钱啊 173株 超市逛了一圈 不知道好朋友们觉得普吉的物价是贵还是便宜呢 对了早上我还去菜场买了个鸡 也带大家去逛一圈呗 别走开 我们再去菜场逛一逛 我家女儿想吃鸡汤 所以呢我现在要去对面的菜场呢 去买一只鸡回来 也顺便呢带大家去看看 泰国这个鸡怎么卖的 你 没了 菜 你 你给了我多来呢 你给了我多来 你多来 高10哈吧 高10哈吧 OK 咱们 嗯 要高10 吹蓬 天意 没吃 这一碗 满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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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不然有鸡不行啊 各位朋友在你们那里 鸡汤一般都放什么一起炖呢 新鲜果啊 来个手术的 我出来还有个任务 就是帮我女儿买一样 她最喜欢喝的饮料 南宋爽馆 好 菜 几下 现在住了一段时间了 终于明白泰国人为什么做什么饮料都放满满一杯冰冷 喝起来真爽 回家之后木耳鸡汤炖上锅 我心中磨算了一下 普吉的物价实际上并没有高的理由 有些东西的价格比我们家那还便宜不少 当然相对于泰国别的城市可能高了些 不过我觉得不能以物价高 来否决选择普吉作为长期居住城市 又到凌晨两点半了 白天实在的车步数工来搞视频 只好晚上熬夜来咯 今天呢差不多要完工了 等会儿配个字幕 差不多三点半能睡觉 今天我又是拖着大家逛超市 又是带着大家逛菜场的 主要是很多朋友呢 问我在普吉生活成本的问题 我自己大概算了一下 算上租车租房一个月八千块钱人比 在普吉林过得非常舒适 当然了 我没有算孩子的教育经费问题啊 不过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 我的宝贝女儿可能要在泰国的国际学校 接受幼儿园阶段的教育 因为现在疫情原因还不能够确定 不过呢我后面肯定会探寻一下 普吉岛所有的国际学校 完了以后做成影片分享给大家 如果有需要的好朋友呢 记得关心我的影片更新 好了 下次见 晚安 我是大脑袋 勇敢的走一走去看看不一样的事业